今天就已经到了2019年最后一个星期一了 那么这一年来呢 国际经济环境可以说是风云变换 波涛汹涌 那么各国也都是在艰难的大环境中 举步维艰的前行 回顾这过去一年大势的表现 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而下一年呢 又有怎样的投资重点 现在让我们来立即连线 博号资产管理 首席投资总监杨静云 艾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艾文你好 你好 那香港这过去一年 可以说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事情 也许比过去几十年加起来都要多 那么在这个风雨飘摇当中 大家也是非常坚强地走到了今天 那么想请艾文来回顾和点评一下 整个这一年我们港股市场大势的一个表现 港股市场里真的说的 对 就是经历的都以前 最起码就是我见过这几多年来 就是最变动最大的一年 就是泛港指数到今天为止 就是越南升了百分之十 因为之前一年 就是2018年 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表得比较厉害 今年的地位就是在年头的时候 就是在19年的1月3号 就是2万7800多点 就是第二点就是在1月的时候 就是之前就是应该可以说 就是特朗普反面之前的一段期间 就是说基本上的中美贸易战 有可能去完结的一个情况 就是迅速到了三万零二百点 到最后现在都收盘的时候 大概在两万八千点左右 我觉得都应该在两万八千点水平这里收盘 如果光从升10%来看 港股今年的表现 就是如果几重数据上面看 就不差 因为已经是升了一层 但是从全球都找到来说 我们应该跟全球主要的一些股票市场来比较 就是美国方面 就是现在应该是全球最厉害的 就是升了百分之三十七 特别的九千点 美国方面现在最小的就是到此 就是升了百分之二十二 这个基本上都是F&P就是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基本上都是超过两层 欧洲方面就是德国跟法国方面升得比较好 都是升了百分之二十八 就是TED方面就是升了百分之三十一 就是差不多接近三十的 连最差的就是英国的股息数 都有升了百分之十六 其实如果你跟大陆比较的话 就是香港的表现就是更差 上证分升了百分之二十 上证分升了百分之三十三 就是连经济非常差的 日本的幸福都有百分之差不多 十八年五 就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如果从跟别的股市去比较的话 英国跟香港是最差的 原因就是英国搞了那个脱欧的事情 都是一些闷水的一些情况 香港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变成了经济的变成了一些政治的议题 就是这个一定是对经济非常差的 我想说就是香港方面 如果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分与头 有很多大陆的股份 比如说刚刚上市的阿里巴巴 腾信 或者一些其他的好的一些 内地为主要业务 这一些提的 我觉得如果观看就是香港本身的一些 部分的话 就是香港今年不惜会升的 百分之十 而且就是全球都在听我们都会 在别人 等于说如果我们指数只有这些新红币 或者其他香港的企业的话 一定是掉得非常厉害 所以就是今年来说就是变成了一个很大 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就是香港本身的企业 被一路走下坡 但是中国方面的经济的增长 也会跟全球一样 一直往上升 这个我觉得香港 今年来2019年 这个是最明显 之前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现在的香港是经济下行压力 在不断的加大 那么在面对2020年 也许需要更强的信心 以及投资人需要有更大的一个信任 那么也知道这个香港的股市 它其实跟大陆的联系 是非常的紧密的 而且是受这个北水的支撑 是越来越强烈了 那您觉得这个护港通 是否能在未来 助力港股的2020年 提振市场的信心呢 应该怎样说 其实港股的一级 都是靠这个外来的基金 包括中国方面 或者就是国外的一些基金去推动 就是就是2019年 今年发生的事情 就是很多的金融的 非常非常大的企业 都在上海那边 去开这个总部 因为上海那边 又是已经开放了 一个最新的情况 就是说外籍的企业 特别是最大那些 就可以自己在那边开公司 也不需要跟中国那边的企业去合作 就是自己全机拥有自己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最新 有办也决定就是在上海旅途去开他们新的办公室 而且就是以我知道最大的美机的公司 或者就是最大的全球的投机公司 基金都已经准备 或者已经在上海已经拿了这个牌子 或者正应在镇城这个牌子 去到上海那边去开这个总部 变成了就是中国金融进入开放 开放的时候 就是对于有在上海上市的一些 在做大陆的争议的公司的话 会变成更有利 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 上海营严就是主要最表现最好的 也是一些在上海上市的一些内地的企业 因为就是外界如果继续进入中国的话 可以想象就是中国的经济 可以有一个继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动力 所以就是你说也有可能的 就是中国乌广通或者新港通 或者其他的一些乌人乌通的一个渠度 去来基金会来香港去买一些 有其投资可能性的一些股票 那么对于复杂多边的一个国际环境 以及当下并不明朗的 这个一个经济前景之下 阿文您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明年的投资者来讲 下一个年份投资部署上面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明年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 应该不会跟2019年那么好的一个投资的年份 因为你可以刚才也说过 基本上全球的股市光是说点数来说 基本上分两平三成都是一个基本的消费 就是一个十多年来最厉害的一个星股 应该明年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情况 原因就是我们2019年已经很多 我们今年也没有一个特别的 对美国的消费或者其他别的危机 令到这个技术出现这个很低的一个点 所以就是明年就是应该把握一个 安稳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觉得投资方面都是一些金融为主的一些股份 因为今年就是炒一些科技类的 明年我觉得应该是炒一些金融类的 就是可以应该会跟我刚才说一个 上海那边的开发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筹记 所以哪些大陆的证券或者是金融 基金有关的或者保险有关的 都是一个明年可以看的一个地方 好 非常感谢安稳这一时段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 明年的投资部署的一个建议 也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